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 鞏固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下八大中心定位 確保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持續發展 在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方面 政府會進一步落實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包括成立由工業專員領導的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 以產業道向為原則 推進新型工業化 支援重點企業在香港發展 協助製造業利用創科升級轉型 扶植初創企業 政府明年會成立香港微電子研發院 引領和促進大學、研發中心、業界合作 而新建成的微電子中心 也會在明年啟用 數碼港明年起 會分階段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政府明年會籌備設立第三個 Inno Hong Kong平台 聚焦先進製造、材料、能源及可持續發展 此外政府設立100億元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為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 先進製造和新能源科技企業提供資助 政府會全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民體旅局今年內將公布及推展 民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 我們亦會為電影發展基金和 創意至優計劃共駐資43億元 提供誘因吸引私人市場資金 推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發展的其他措施包括 將《創意香港》改為民創產業發展署 以產業道向推動文化藝術和創意業界產業化發展 並會推出重點演藝項目計劃 政府會提供最高1,000萬元的資助 以及額外500萬元以配對私人資金 支持具代表性的本地大型重點表演藝術創作 長期公演 政府會善用香港法律、稅務和專業服務等等的優勢 發展香港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措施包括探討完善反權條例 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保障 在明年進行諮詢 推行專利盒稅務優惠 由專利產生的合資格利潤 稅率會由16.5%減到5% 以鼓勵創科研發、轉化應用和商品化 有關措施將會在明年上半年 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 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方面 政府將會推動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適用範圍 由深圳前海和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至整個大灣區 又會爭取國有企業採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適用法律 並選擇香港爭議解決服務處理合同糾紛 請假期決服務處理合同态 天下海和內地自由貿易試驟 日法て使用火試驗區操態